在安东尼·戴维斯受伤后 很多球迷期待詹姆斯拿出权力 带领胡人走出困境 但是在主场败于太阳后 胡人已经遭遇了三连败 而且输球的过程更令人沮丧 太阳队根本没有使出权力 胡人就被击倒在地 这不仅让人们怀疑 皇帝是不是真的老了 詹姆斯体能爆发力大幅下滑 都知道詹姆斯的绝招是攻击篮框 但是本赛季詹姆斯的突破降到了生涯最低点 而三分出手达到生涯最高点 也就是说詹姆斯受限于体能 有意调整自己的打球方式 但如此一来 詹姆斯威慑力自然减少 所以在戴维斯受伤后 詹姆斯开始加强突破 为队友制造机会 但实战效果却不好 第一是胡人外线缺乏靠谱的射手 很多大空位也投不进 第二是詹姆斯的突破得分率 和巅峰期比较相差甚远 因此在比赛中 胡人队的进攻稳定性极差 赶上手风顺的时候 能连续得分 但一旦手感下降 胡人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詹姆斯防守力不从心 如果说进攻端 詹姆斯咬牙还能提供30的火力 到了防守端 詹姆斯真的力不从心 本赛季胡人比赛中 詹姆斯的防守注意力很难集中 很多时候 他盯防的球员能轻松获得空位出手机会 另外在低位的补防中 詹姆斯对篮筐的保护基本没有 很多时候 目送对手突破上篮甚至完成爆扣 如果是攻防转换中 詹姆斯更是多次出现进攻不中和裁判抱怨 不参与全队退防 让对方形成多打少的轻松得分局面 这些镜头语言都在告诉我们 詹姆斯的体能和专注度都在大幅下滑 已经不受控制 因为有些比赛中 詹姆斯也想努力防守 特别是近期 他经常被迫出任中锋位置 去防守对面的大个子 并随时面对对手的挡拆配合 可即便詹姆斯能在几个回合中展现曾经的高质量防守 但是随后就会出现漏人的场景 因为体能无法支撑他持续作战 一旦身体疲劳 就不得不出现眼神防守 詹姆斯场外风平波动场内不顺心 詹姆斯在场外也不太顺心 本赛季 ESPN把现役联盟第一人的位置 评给了杜兰特 多年占据防守的詹姆斯终于退了下来 不要小看这一举动 作为美国最大的体育媒体 ESPN和NBA赞助商都有深度合作 他们的评选往往有着风向标的意味 因此詹姆斯失去联盟第一人的位置 预示着商业联盟要换新的领军人物了 这样一来 很多场内场外隐形的福利都会消失 就拿球员风平来说 近一年来 外界对詹姆斯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 最近他的骑士前队友香波特就在接受采访时 向詹姆斯猛烈开炮 一顿狂喷 其中包括詹姆斯当年巅峰抱团的争议行为 在香波特看来 詹姆斯那次抱团毁了NBA联盟 因为这种行为打乱了竞争环境 导致后来的联盟球星都学着抱团取暖 当主持人问香波特 2008年凯尔特人三巨头为什么没有这么大破坏历史 香波特表示绿山军三巨头在一起时 已经不是各自的巅峰期 而且三人的球星等级也没有詹姆斯那么高 热货三巨头可是巅峰抱团 而且詹姆斯被媒体认为是乔丹科比一级别的巨星 所以他的行为对整个联盟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 香波特还谈到了詹姆斯的假摔问题 他认为詹姆斯太过强壮 如果不假摔 就不会引起裁判的注意 很多被犯规的球会被无视 这种评价虽然为詹姆斯假摔 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但也坐实了其经常假摔的事实 综合来看 詹姆斯面前的路是困难重重 特别是戴维斯缺阵的这段时间 如果詹姆斯无法稳定住胡人的战绩 那么本赛季别说夺冠 就连进入季后赛 都可能出差错 不得不说 如今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 对于即将年满37岁的詹姆斯来说 真的有些残酷